肝臟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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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臟移植本身屬於手術裡比較重大的類型 那主要理由是因為大部分接受肝臟移植的病人 本身的身體狀態都比較差 主要是起因於比較嚴重的肝硬化 那常常會合併大量的出血 大量的腹水 液體的狀態比較不平衡 以及很多器官功能的缺失 假使在手術過程中 有嚴重的擬血功能異狀 就會造成出血量比較大 所以手術後的併發症 最早期最常見的就是 一些手術後出血的狀態需要做處理 那加持手術後是順利的 我們就要開始讓病患去適應 這個外來的肝臟 因此我們要注意它是否有排斥的併發症發生 那我們就要開始加上免疫抑制類的藥物 但是使用免疫抑制的藥物之後 也有可能把免疫抑的太低 造成一些感染的併發症 所以目前我們肝臟移植的患者 在手術後都需要在我們的移植家 或病房做非常精密的觀察 大概十天左右的時間 來確定沒有嚴重的排斥 或是感染的情況 以及要確定肝臟在新的環境有正常的工作 那除了這些比較急性期的併發症以外 因為我們有做膽管的吻合 所以有些病人在長期追蹤也會發現 有一些膽管感染或是膽管狹窄的問題 需要做進一步的處理 然後目前這是我們比較常見肝臟移植後 會發生的一些併發症 按照致養的點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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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